大家好,我是港珠 今集很特別和大家又是吃花生講一宗 在網絡世界上近這兩三個星期 很多人談論的事 就是一位很出名的時事評論員 劉細良 他和一位攝影記者的老航專 陳喬、喬叔 那個版權的紛爭 那為什麼港珠這個頻道 完全是沒有關係都會講這個話題 除了因為吃花生臭而鬧之外 我發覺就是 其實很多時候 網上很多Youtube的頻道 他們都會講很多話 網上討論區都會有很多人講很多話 但是大家都喜歡吃花生之餘 其實花生的吃法 我這次也想說這件事 還有很多人執著一點去放大 或者是把部分的東西 就把它放大來講 不過就覺得 其實可不可以吃花生 吃得比較條理 所以這次想試一下 試一下看港珠有多少條理 就用這件事去講一講 也都順便講一講網絡生態 就是有些公共性的東西 不要只吃花生講一些私人人怨 我會用從小看大的一個電視劇 包青天 包青 經常都講的 行諸法理情 這幾個不同的角度去看一件事 法就是法律 理就是道理 情就是人情 從這個法理情三個角度去看一件事 有什麼角度去看 我們嘗試去帶出多些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觀點 嘗試去疏理一些可能去observe 去觀察那件事的方法 最終誰對誰錯 我又不是睡在別人的床下 當然不會知道 但希望 試一下這樣的方法去吃花生 如果各位不知道這件什麼事 容許我用很短的時間去講一講 今次的集我都沒有寫稿 我都是純粹憑我記憶去講出來 陳喬、喬叔 一些人叫他 可以說是香港一位很資深的華人士典記者 在南華早報做了很多年 他也是英女王頒過榮譽的獎章 大家知道多厲害 可以做攝影記者 可以獲得榮譽獎章 是英女王頒的 2006年的時候 當年他已經是曾經出過一本的攝影集 將他多年來獲得很多新聞攝影獎 不過是世界性獎學 和那些很珍貴 很有藝術性 我都見過網上有些轉載 相片真的很棒 當年 2006年的時候 溫哥華那邊的中調護助會 一個組織 幫喬叔出版了這本書 叫鏡頭下的歷史 即是那個書名簡單說 鏡頭下的歷史 拿來給中調護助會 二賣籌款 因為是那個還人組織 好了 去到2017年 隔了超過10年 劉細良 大家可能都聽過 他是一個網台 城寨的創辦人 他的太太 鄺榮孫 就是出版界的 之前兩個都做過 壹傳媒 他們都有創辦他們的書局 出版社 他們的出版社 又是出版了這本 叫鏡頭下的歷史 即是隔了超過10年 又是攝影集 作者又是陳橋 裡面的相片大致相同 排版 據說是大致類似的 還有那個罪 即是那個罪言 都是一樣的 即是沒有寫過一篇新的罪言 這個就是 出版了這件事 這件事都很久了 為什麼忽然之間有人 這番出來說 就是因為 一個不是很好的消息 就是今年營二四年 喬叔就過世了 所以有追思會 之後呢 就開始有一些聲音 包括在網上有一些 不同的人 在他們的社交平台發文 就說 其實 劉細良先生 其實他當日 其實是 未得到 喬叔的同意 去出版這本書 而且收益 亦都沒有 給回陳橋 喬叔 這個就是 我聽到的一個 版本 其實呢 雙方都有 來來回回 有些不同的說法 劉細良那邊 他怎麼說呢 他曾經在他YouTube上 他在網台做節目 他去發表了他的一個解說 解釋 他就說 香港記協 就找他去訪問陳橋 因為陳橋在加拿大 他去訪問陳橋 即是當年的時候 七年的時候 去訪問他 他的說法 就是說 喬叔 當時就拿了 舊版的鏡頭的歷史 出來 就跟他說 我想再出版這本書 這樣 然後呢 劉細良 就跟他的太太 就聯絡南華早報 拿到南華早報 授權 可以 無償 即是不用錢 去用 南華早報 擁有的這些 版權 而這些版 擁有版權的相片 是陳橋 喬叔 去拍攝的 出版 這個鏡頭的歷史 新版 劉細良 都說過程之中 是有跟陳橋 喬叔 保持聯絡的 而且呢 是在陳橋手上 收到一張 儲存這些相片的 一個 數位的媒體 有人說是 USB手指 有人說是光碟 總之就是 數碼版本 就說 他殺在喬叔 拿到的 也 將這些相片 跟南華早報 確認了 蘭華早報 也發現 他們真的有這些相片 說是在陳橋那邊拿回來的 所以 他們確認 這些版權 屬於南華早報 也真的有授權 他們用 而鏡頭的歷史 新版出了 然後 劉細良 親手 把書 送到陳橋手上 也好像有合照 還有 後來也有出版 也有茶聚 所以 喬叔也是在現場 幫讀者簽書 但是 另一邊的說法 就是說 其實 劉細良 就是 幫喬叔賀壽 所以 出這本 90歲大壽 所以 用這個理由 跟南華早報那邊說 所以 南華早報那邊覺得 這位我們的老前輩 老行專領 也真的幫南華早報做事 所以南華早報那邊 他們負責做 一個叫授權部的同事 就覺得 可以授權 而且是不收錢 因為覺得這件事是一個好事 就是賀壽 所以 就授權了 劉細良 他們 去用這個 南華早報擁有版權的相片 雖然他授權了一個是版權的 但是 不是所有相片 所以南華早報也有他的原裝紀錄 因為 那麽多年有些相片 可能已經散失了 他們都沒有 但是 有 一個 紀錄片導演 他也說 他曾經有 問回南華早報那邊負責人 即是負責這些版權事 同事 問回 他們的說法就是 因為 劉細良 和康明孫 他們出示到 那些相片 南華早報也沒有 原版的相片 高解像度的掃描 竟然是他們有 即是他們說 是在喬叔拿的 所以他們都相信 是他們真的和喬叔談了 所以 將這些相片給了他 版權有 而材料也有 所以 沒有問題 只要出書 這個就是 另外一個部分的說法 所以呢 就是有這個爭拗 所以有一邊 劉細良 是有一點混淆 誤導了南華早報 就令到南華早報 覺得可以授權 還要不收錢 而且另一方面 可能 可能是有機會誤導了 喬叔 令到喬叔 就 同意了 給他用的相片去出版 這件事就是背景 有很大迴響 很多時事評論員發現 懂的不懂的 現在包括港珠 不懂的 都可以發現 以上就是我所理解的背景 當然我可能會遺留一些知識 如果大家 觀眾聽眾 有補充的話 可以說 我們嘗試從 當時說法理程的框架 去釋壓花生 首先 應該說就是 法律那方面 如果我們用法律那方面去看 這件事我們可以理解為一個 雙方有爭拗的東西 我們可以嘗試用 民事訴訟 那個角度去看 通常大家上到法庭爭 一定會先說一些 agreed facts 一些叫做 沒有爭議 雙方都同意的事實 上到法庭上 好像有時候會這樣的 那有些什麼 沒有爭議的事實呢 那我 理解有這幾樣的 第一件事 那些相片的版權 是屬藍華早報所有的 這個雙方沒有爭議 都是覺得是的 第二點就是 喬叔沒有任何金錢上的收益 這個似乎都是沒有人有爭議的 最終本書 買了多少本 賺了多少錢也好 有沒有賺錢也好 喬叔是沒有收過金錢的利益的 這個似乎是沒有爭辯的事實 好 第三樣似乎是沒有爭辯的事實 就是無論怎樣也好 那些照片的數碼版本 是陳橋擁有 之後是交給劉細良 無論怎樣交也好 是有交給他 因為邏輯上只有陳橋有 據說這些相片怎樣來的呢 就是當年中橋互助會 06年出版的時候 他們最後排版了之後 有軟剪輯他們的版本 還有很多掃描了的相片 就是用了在一個USB手指 那裡交給喬叔的 可能現在有個說法就是 這個USB手指交給劉細良 但也有個說法就是光碟 而據說在喬叔的家屬那邊的說法就是 他們整理喬叔為為的時候 發現他本身是有一些光碟 那些光碟是在那裡 但是呢 USB手指不見了 USB drive不見了 所以他們懷疑就是 這些軟剪輯就是通過這些手指 或者手指再複製的一些 其他媒介的光碟 然後交給劉細良 但無論怎樣交也好 似乎唯一的可能性就是 一定是由喬叔那裡出發 然後最終是 達到了劉細良那邊手上 因為呢 南華早報呢 有些相片他自己都沒有儲存 因為真的太多年可能殺失了 所以似乎呢 相片的來源很清楚 因為版權和相片是兩件 來的 版權就是南華早報授權了 相片就是 喬叔那邊比 似乎這個是沒有爭議 至於為什麼比呢 就是另一個問題了 另外一個比較少人提及的 一個我認為呢 應該雙方沒有什麼爭議的 就是呢 這個新版的鏡頭下的歷史 你說新版也是 但是呢 通常新版會有的東西 譬如說 作者會寫再版罪 我們小時候看小書 看什麼都會有 通常再版罪 沒有啊 都是用舊版的 沒有寫過新的罪 沒有去選照片 沒有去參與編輯的 那些是全部呢 給劉瑞良夫婦他們去處理的 似乎都是一個 沒有爭議性的地方 以上講的幾點沒有爭議性的事情 我們從法律角度來看 首先說 就是版權的問題 版權的問題 其實呢 不難理解的 既然南華早報是 版權持有人 只要他們授權 版權那個層面 似乎已經是沒有問題 我嘗試套用一個 類似的邏速去理解 對呀 假設有 譬如黃占 尖叔 他推出他的作品集唱片 可能有一間唱片公司 他想去做這個唱片 精選集 尖叔紀念集 紀念尖叔 可能是 入行幾周年 尖叔寫過很多歌詞 是很多不同的唱片公司 擁有版權 所以 那個唱片公司 現在想出版這個 黃占 紀念專輯的人 他可能要去跟逐間唱片公司 去拿回那個版權 我今次想包裹這隻紀念 的唱片那裡 所以你可不可以 給那個版權 授權我 有些唱片公司計劃 我去收錢 可能是一炮過買團 可能是 分成 分佣 比如說你買了幾隻 每隻收了幾隻錢 很多可能的做法 但邏輯就是這樣 其實有點類似 就是這樣 劉細良是 他的出版社 他的書局 他要出這個書 他自然就問版權持有的人 所以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是正常的 他問南華左報 南華左報給了他們 當然有些人會爭辯 為何南華左報給他們 但是 無論如何,劉世良也有出事 有文件說你們可以用照片 所以這條版權不是很大問題 但另一個問題就是 假設,用剛才出唱片的例子 假設這件事發生在黃芝吾仲在山的時候 有一個唱片公司說 不如我出版一個阿占叔你的作品集 即使那些是買斷了 當年黃芝吾仲的版權 假設他買斷了比賽公司 他出版的時候 雖然版權解決了 但通常來說 你都會牽涉到 阿占叔你同不同意 會有一個動作 尤其是現在 現在如果那本鏡頭下的歷史的新版 說回這本書 是有喬叔舊版的序 那序本身 這篇文章本身都是擁有版權的 對不對? 這個似乎應該要問喬叔 問題就是 究竟劉世良他們那邊 是用什麼模式去得到喬叔的同意呢? 如果我們從合約法的角度去看 合約是需要有什麼元素 我們以前可能大家有機會 讀書的時候讀過法律 我曾經略略涉立過合同法 有offer 有acceptance 有consideration 對嗎? 假設無論是喬叔 好像世良所說 喬叔邀請他去 我提出一個邀約 我出一個offer 不如你幫我出 或者反過來是世良 不如我幫他出 喬叔 你大受 總有一邊有一個offer 總有一邊去accept 這件事 好了 但是這樣 只是offer和acceptance 不代表這是一個合約 為什麼我們這麼重視合約 這件事 為什麼我們要講合約這件事 就是 如果現在有人提出 要打上法庭 打官司去處理這件事 如果這件事 我們是用合約法的角度去處理的話 那一定要有一個 可以在法律上面去處理的合約 就是legally enforceable agreement 一個法律上面是可以enforce到的 可以執行到的合約 一個協議 才可以拿上法庭處理的 如果他根本上不成為 不構成一個合約的話 那又如何拿上法庭去做呢 所以在這中間有沒有合約呢 是一個關鍵點 在法律層面來說 先講法律 問題就是 當中有沒有consideration 即是一個條件 例如你去買一棵菜 那我的consideration 我付出的consideration 就是錢 而菜當的人 付出的就是那棵菜 交換了這個條件 是有by action 或者是利益之下 交換了 所以 因為有consideration的存在 所以這個是legally enforceable合約 當然還有其他的條件 overacceptance等等 那些 formality 有很多這些東西 在這裏 暫時似乎沒有人拿到 雙方 但是沒有拿到一件事出的 一個紀錄 是可以拿出來的 可能是看到的 書面紀錄 或者一個錄音 是有構成一個叫做 合約 一個legally enforceable的contract 或者legally enforceable agreement 在這裏 可能是關門的時候 他兩個談了 小娘和條叔談了 就是說 不如這樣吧 你給我一些照片 我幫你出版 好好好 如果是這樣的 其實 這個不是一個legally enforceable agreement 以港珠操錢的理解 可能是 僑叔給了一個authorization 一個授權他 我同意你用我的名字 為什麼我剛才說了合約 等等 你有別人的名字 你有別人寫那篇罪的 所以 這裏 如果你要用這些東西 用他的名字 用他的那篇罪 甚至那本書名 用他的招牌 用喬叔的招牌 那如果他們雙方的意願 是一個法律上 認可的一個合約的話 那必須要有一個交換的條件 譬如說 我出了那本書之後 分回多少錢給你 或者我一次性 賣斷了一個版權 不是版權 sorry 一次性給了一筆錢給你 得到你的授權 可以做 那這個才是一個法律上 行得通的 可以enforce的一個 agreement 否則的話 這件事 就算拿上法庭 是不知如何判 極其量叫做一個授權 一個authorization 我授權你用那些照片 即是好像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經驗 即是 我有一部 假設有部電腦 有個朋友說 自來用一下 這樣 好啊好啊 拿去 之後還給我 好 中間沒有一個交換條件 沒有一個交換的利益 不是說他給了錢 然後我借給他 是無償借給他 所以這個不是 拿上法庭 就是用合約法的角度 不是可以用合約法的角度 拿上法庭 是去處理的 不是法律的角度 即是合約法的角度去處理 只不過是我授權他用的 好了 如果他違反了當日授權的那個條件 不是在合約的框架去處理 最多我們想 會不會有機會侵權 在另一個層面 即不是合約法 是侵權那個層面 即是 或者違反到承諾 但承諾是否法庭可以去介入的一個承諾 剛才我所說 其中一個考慮點 就是他是不是一個 法庭的合約法 以講諸 基本的合約法的理解 所以 我覺得從法律層面去講 就算真的有任何人要拿上法庭 其實一個很關鍵點就是 現在沒有人拿出來 所以可能劉細良說的是對的 可能這個是 有他得到授權 無償的一個授權 我們不知道 但他可能出事不到 可能他真的出事不到 因為口講口陪 但口頭 無論是合約或授權也好 原則上 都是一個合約或授權 口頭協議也是一個協議 授權 當然 如果他們兩個之間的授權 沒有其他人聽到 沒有其他警察 那就沒辦法 這個就是現實 OK 這個是這個情況 另一件事就是 陳喬的家人 如果他們認為這件事是違法的 違反了 不要說違法 這樣說 奇怪 好像別人以為說 Criminal Law 如果是違反了 雙方的一個合約 其實他們是否知道 或者有任何的資料 證實到 中間是有一個 法律 所以可以將這件事 帶上法庭 如果不是的話 似乎 可能他們的理解 就是 可能是有一個授權 但授權的細節 現在有人是沒有跟足 例如 可能授權是說 是 但是 你是要怎樣做 但他沒有跟足 舉個例子 或者授權可能是說 這個是不是 謀利的 舉個例子 假設可能 可能朝叔就說 好像參照他最早第一次出這本 鏡牌的歷史 籌款 原來結果有人拿來賣錢 而之後 那些錢沒有拿出來捐 這樣 那這個就是違反了 當日的授權 那就是有沒有這些東西 似乎雙方都沒有拿出來 無論是一個合約 或者一個授權 那個細節是怎樣 似乎沒有很清晰說到 因為 有兩個層面 就是不要說 有版權等於可以 版權是版權 授權或者合約是另一個層面 而合約和授權又不同的 這就是兩樣東西來的 那這個就是我覺得 我們吃花生的第一層面 就是法律的層面去看 我認為這裏是有question mark 我不知道哪個對哪個錯 因為沒有人是 真是親力延長 看到那個 大家的agreement 或者authorization 是怎樣得出來 這裏只能夠 留一個問號在這裏 但是我會覺得 是奇怪 只要這樣說 如果我從一個法律的角度去看 會不會 雙方如果是有意願 要去做一個合約的 牽涉到利益的交換 條件交換 會不會寫下 我是覺得有些少奇怪 不過我只能夠這樣說 奇怪 因為坦白說 可能出版界是這樣 我不知道 我會有點疑惑 因為出版社出書 沒有理由都不會這樣做 只要保障自己利益的話 出版社那邊都應該會 我會問當時 不如這樣簽個字 不論是授權形式 或者是合約形式 也好 都寫個字 你同意 至少有跟有強 我覺得 法律上有一個question mark 這是法律的層面 好了 法理程 我們講道理 道理上來說 我會覺得 剛才說的一些agreed facts 一些沒有爭議的內容 是令我覺得有點奇怪 或者兩點監懷 有點奇怪 首先就是 喬叔 沒有收過任何金錢的利益 這個很正常 正如他第一版出的時候 2006年的時候 都是因為幫這個二賣籌款 一個華人的互助組織籌款 所以他是沒有收水利益 很正常的可能 但是 道理上就是 如果你不收過利益的話 通常來說 是不是應該是因為你有另一個value 有另一個價值在借 我就拿來籌款 所以我就不放棄了 我不收錢 這個是比較合乎道理 常理 所以說法理程 合乎常理的做法 就是如果我是條叔 我是不是 一般來說 我會 要不就是有錢收 要不就是拿來做此先用途 這樣才可以做 就算我跟你好老友也好 那 我也沒有理由完全是 將錢給你 除非 很特殊情況 譬如我跟你真的很老友 我跟你 劉世良很老友 你現在財困 劉世良 不如這樣 我無常地將 授權 包括罪 包括我的品牌 陳喬這個招牌 我給了你用 你出書 你賺錢 去到解決他們的財困 希望賣到多少本 就那些錢完全歸你 我是在幫你 這個是合乎道理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但我也不會有懷疑 因為似乎從我理解 陳喬和劉世良 並不是舊相識 所以他們比較少機會 是有這種關係 這個就是 我覺得 從常你角度說 我會有個 question mark 另外 如果這個書 是陳喬叔的作品 心血結晶 很多精彩的相片 再版 再版 是很大件事 他沒有寫序 我覺得有點奇怪 第二 他沒有參與選哪些相片 他參與編輯 我也覺得有點奇怪 所以 在這裏 我都覺得 從常理來說 有少許 我覺得有少許 不太理解 當然 我不知道 當日第一版的時候 喬叔 有沒有 都是有參與過 簡相片編輯 但至少 他當時 是有一個舊版罪 那 大新版 竟然 是 沒有寫過新版罪 再版罪 這個是有點奇怪的 通常大家見到 十本 九本半 這些書 都會有再版罪 正常會有的 那 是沒有的 有些奇怪的 但另一方面 有人說 咦 他有去 簽書 幫讀者簽書 新版的時候 還有 細娘 有拿書送給喬叔 的時候 有合照 這個 如果他們原來 是 他沒有授權過 我沒有授權過 你出書 為什麼 你忽然要送本書來 我沒有授權 為什麼我要去簽書 是有點奇怪的 所以 也有些人說 沒有理由 是完全沒有同意的 否則 他都不會 簽書 他都不會 跟細娘拍張合照 這裏 又是 我們不知道中間 他們的協議 無論是合約 或者是一個授權 是怎樣的細節 那 是不是 有可能性 有一個可能性 我想到的可能性 就是 如果 中間真的有一個爭吊 這個爭吊 很自然 就是 發生在 這些簽書 這些出書之後 我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假設 假設性 可能 當初的協議就是 OK 我們不是一個合約 交換條款 你給錢買斷 或者分幾% 那些 而是一個 授權 我授權你去用我的 陳翹這個名 用我的這些 雖然版權 是南華祖那邊 但你又用了我提供的 相片 高解像度的掃描 這個都很重要的 條件是 ABCDE 譬如說 捐款 舉個例子 或者譬如說 就是 因為出書也要錢 其實我陳條 我想自己出 我想委託你出 但是 我要出 我又不想拿錢出來 不如這樣 出版成本 你負擔 但是 出版的時候 要怎樣怎樣做 跟我意思去做 可能發行安排 或者印記一本書 有些細節上的東西 所以可能是這樣 他們有些條件 所以在送書給陳翹的時候 合照的時候 或者後來簽書的時候 未發現這些條件 是被違反了 所以大家可能 都還是非常之好的一個關係 會不會是這樣呢 後來 譬如他本來答應捐錢的 好了 賣數了 一年之後 出到來 總有多少錢 一年之後 陳條叔 再問他 喂 那究竟 那些錢捐了去哪裡 沒有啊 沒有捐錢啊 是不是這樣呢 這個是一個可能性 這個是一個可能性 但是我也 不排除 另一個可能性 也有些人提過 就是 可能 其實陳條叔 由到尾都是同意的 只不過 是他現在的家人 他們可能未清楚 他們之間的私階協議 所以後來 他們覺得 喬叔 受委屈 被人侵略權 所以出聲 都不出奇的 這個都可以是 符合 道理的一個 一個可能性 不過 我記得 我又聽過 一個講法 有 轉述就是說 似乎 喬叔 嘗試找過 劉世良兩夫婦 去到 追究這件事 據說是這樣 但是找不到他們 或者他們沒有回應 所以就找了 劉世良的外父 據說 因為這件事 令到劉世良又不開心 你來找我 你為何要找我外父 所以好像 因為這樣 有一個講法 於是他不再回應 喬叔 那邊 如果是這樣 即是有人去追究 喬叔親自有去追究 那又似乎 不是我剛才所說的那個 即是 沒有東西 完全沒有東西 只不過是 陳喬叔的家人 誤以為 喬叔受了委屈 其實沒有 如果真的發生這件事 即是喬叔 如果喬叔有去找劉世良夫婦 甚至找劉世良的外父的話 似乎比較大可能 就是真的 無論他們是用什麼形式 去 去 同意了一些東西 是合約形式 或者純粹一個授權的形式 就是 後來 可能有些東西 跟當初 喬叔的理解有些不同 不論是喬叔 當初誤會了 又或者是 有人 刻意去到 說謊 隱瞞 去騙 去誤導也好 總之有些東西 似乎 跟陳喬叔的理解有些不同 或者 非他所願 或者他覺得 不應該是這樣 所以他就去追究 因為如果 我們確立了 有些東西 就是有追究這個動作 的話 似乎 就只能夠解釋 就是說 有些人說 為什麼他又會 去簽書 跟一些讀者見面 好像沒什麼 一個可能性就是 因為那件事 那個爭拗 是發生在之後 之後才發生爭拗 之前當然是 大家平心靜氣 可能還好朋友 不奇怪的 我覺得在道理上面 我提出了一些問題 不知道各位聽到這裡 會不會覺得 還有其他的可能性 有問題 可以留言分享一下 我覺得 有些問題 我嘗試疏離出來 整理出來 有條理一點 你吃了這個花生 吃了道理這個花生 最後講情 人情 在這件事上 涉及了很多人情上的事情 例如 各位紀錄片導演 色色檔案的導演 羅恩偉 他有在他社交平台說過 他特地打了電話 找回 南華早報那邊 負責的人 講了整個小時的電話 超過一個小時 他講了 所以就疏離整夜市的背景 其中一件事 講到就是 為何南華早報 這麼容易 就會免了這個 版權上的收費 給劉世良 用這些照片 南華早報那邊的說法就是 因為 他是很敬仲 他是我們很敬仲的前輩 他也幫我們南華早報做了很多事情 拍到很好的照片 在行內是具足輕仲的人 我們聽到劉世良 他們說是可受 我們當然會覺得 欲成其事 所以很快就會處理 事實上 在羅恩偉導演 他那篇網上的文章裡 他的提到就是 南華早報說 很多人不時問他拿授權 譬如說 考試局要把他那篇文章 出版 拿來做考試試題 會考試題 等等 都會問他拿授權 有些人就說 某張照片是我家人 你登的照片 有我家人在裏面 可不可以拿一個版權 可能拿來自己留念 或者可能是 私下有些私人用途 他就說 通常這些情況都不收錢 但他也都南華早報做 如果知道他是有利益的 有商業上的利益 我當然收回那個費用 不會那麼容易給他 不收他一個版權上面的費用 這是他的說法 而且他也覺得是賀秀 甚至 為何你不確實過 你有沒有跟喬叔核實過 他說沒有 因為他說不知道 可能就是 九十大秀 可能想給他驚喜 所以我們都 覺得不需要 還有後來 郭明孫也拿了這些相片的數碼板 給他看 他真的確認了 這是我們有版權的相片 還有 我們自己的南華早報 都沒有這麼高解像度的素描 或者紀錄 就證明 他們肯定 翔叔就拿回來 因為只有翔叔有 這些東西 如果我們都沒有的東西 所以他們都沒有 毫無戒心 毫無疑問 但整體上 我們看到 是基於一個人情 基於一個情感 就是一個 很令人尊重的老航村 也是他們曾經幫 他曾經幫拿走報做事 拍過很多相片 藝術程度很高 所以他們有一個情感上的連結 就覺得我要欲成其事 這個是情的一個角度 另一個角度就是 我會覺得 劉細良那一邊 在這件事上面 至少我到這一刻 我所知的是 他沒有去說 陳翔叔有些什麼的不是 那 我會覺得就是 會不會是 劉細良那邊 可能跟陳翔叔 真的有一些 很好上面的情感上的連結 所以他會覺得 翔叔已經過世了 所以我也不希望因為這樣影響到他 所以 我都不想多辯解 我儘量將我 儘量講完就算了 不要再 他有這樣的態度 不過我也會覺得就是 既然大家都很關心 翔叔 如果好像剛才所說 有些細節他還未公開的 而 在人情上面 反過來也是還回 每個人一個清白的時候 其實 其實 劉細良是可以真的 把一些 如果他還有一些 未公開的 約會的細節 可以拿出來 這樣我覺得 會是 最好的做法 又如果不是 反過來 如果不是 他 其實可能 未必是有心去 瞞騙或者去到誤導 但可能中間 做漏了事情 比如說 跟翔叔談得很愉快 假設 假設 他真的給我一些照片 他真的跟我說過想出書 我也跟他 說了一句 好 我們搞吧 我們跟吧 有時候會這樣說 行 我們跟吧 他覺得可能 口頭上這樣 已經等於 大家同意了 但原來對方不是這樣想的 可能是這樣 可能是誤會來的 如果是一個誤會的話 我會覺得 對著一位 老航專 再加上也是一位 已經過了一身的長者 我都會覺得 如果是中間 有些地方 可能做得不夠嚴謹 譬如說 那個 agreement 沒有用白紙一字 去做清楚 沒有一些紀錄留下 這些情況的話 又或者是真的 譬如說 當初 講懷何受 但後來呢 是曾經改了 有時候的事情做了一下 會這樣拍 就是那些戶 laws 大家都會怎麼改 黃家衛 都是這樣 那累死相更改 如果真的因如果 這樣 可能忘了 些事件 那整個方向 整個出版的方向 大致上的做法 會有變化了 基於一個 人情上 一個情感上的黏系 大家都很敬重 對不對 那陣共也是一份情的 我也覺得 柳世良可以說清楚 其實這個事件 我可能會有一些地方 我可能會做得更加嚴謹 我相信大家也會比較容易接受 如果真的有梳柳的地方 至於其他人 其他人在情方面 我相信大家通常都是這樣 會是支持所謂弱勢那邊 會是支持所謂受害者那邊 所以大家有一個意粉填膺 所以在情的角度來說 大家就會有一個情緒 所以就會出聲去說這件事 很多人都會去評論 但這正正就是今集 為何我無緣無故說這件事 好像九不八八 為何會說這件事 我覺得有一個現象 在網上那個食花生 可能有些是出於意粉填膺 亦有些是看熱鬧 往往是失去焦點 未必是去到很有條理這樣 去到這件事 遲遲後再說出來 還有如果你說法律 有人說他不對 是版權問題 或者是合約問題 既然說版權 既然說合約的時候 就拿回合約和版權 法律的層面去說 如果是說道理的 那就是用道理的層面去說 是這樣去疏理這件事 去看一件事 去從不同角度去examine 這件事 才會容易得到一個看法 很容易會跳到一個看法 現在網上世界紛紛擾擾 最近那些 譬如說 可伯克事件 也是 娶了一位太太 很多人有很多不同 七嘴八舌的感覺 但是 其實有沒有一個 從不同的層面 去到整體上 去看一件事 這樣是否對這件事有幫助 而不是先有一個立場 可能覺得 肯定是誰不對 有時候會發覺是這樣 見到很多的討論 肯定是他不對 因為你有些立場 所以覺得 他說這句話 都是為自己辯護 那個是 明明是有一個疑點 好像剛才所說 我覺得有些問號 而問號 可能是 這一邊對 或者那邊對 也不奇怪 但是因為 已經有一個 傾向立場 可能是傾向支持 一個 我們叫做 弱勢那邊 受害者那邊 所以 要不忽略了 要不就是 明明有一個問號 但是 會幫他想了一個 想當然的解釋 這個 我也覺得是一個 現象經常有 但是 對於看一件事 就變成了 未必有 那麼全面 這樣說 當然 講主義不是什麼 哲學大師 不是什麼 法律名家 那些 不是什麼專家 更加不是KOL 更加不是網紅 我純粹就是 從旁觀者的角度 我覺得 有很多孔孔 剛才我講的一些角度 未必 大家都想過 大家都聽過 所以我覺得 我純粹又真的 從旁觀者的角度去講 我覺得如果想完整看這件事 至少有很多的角度 至少有以上我講的 這些角度 是可以看這件事的 這個就是我 對於這件事的一些看法 對於這件事的 我這個頻道 沒有什麼人看 也不是很多訂閱者 我也不是出版界的人 也不是法律界的人 我真的是旁觀者 但反而可能因為我是旁觀者 所以我會覺得 可以有多些不同的 旁觀的角度去看這件事 但是這件事有公共性 我會覺得 我會覺得 最後我也想說回自己 自己同意 劉細良 他好像有在他的解釋裡面 有講過一句說話 就是他希望大家 用理性的態度 擺在事實去講道理 他好像有講這句說話 在這件事裡面 我覺得 希望所有人 包括劉細良自己 陳翹的家人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知名的 網上的頻道的人 其他評論員 或者純粹是網民 食花生的人 旁觀者都好 無論你是什麼角度都好 我都覺得 看任何東西都好 都應該是理性 擺在事實 和講道理的 每一個牽涉這件事 甚至不牽涉的人 裡面都是 尤其是 說回剛才講情 我會覺得就是 坦白說是有點難過的 就是因為 發展到好像已經開始 都都見血 有些這樣的批評 有些比較尖銳的批評 是令人有些難過的 一個就是 叫做 知名而且都知深的評論員 一個就是 我們叫做 攝影記者一屆的 一個老前輩 也都對於這個行業 甚至整個香港社會 都是很重要的貢獻 和影響的 留下了很多紀錄 對香港的歷史來說 這些全部 我覺得都是 令人覺得 有些難過 我會覺得 這樣 如果真的 大家能夠平心證 去塵列所有東西出來 探開出來 在陽光之下 大家去檢視的時候 大家得到結論 其實可能已經可以了 如果真的想法律層面追究 那就是法律層面追究 但是真的 要在法律層面上 有一個可追究性才行 有些人提出過的事情 他有沒有合約在這裏 是不是有個授權在這裏 這些我們不知道 講道理的 那就放道理出來講 講情的 大家會不會是 在人情上面 在一個 大家 你為我好 我為你好的角度 是否可以有一個更加好的 不要這樣 很尖酸的角度去處 這件事 這個就是 講諸一些 比較粗淺的看法 希望大家有任何意見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一下 這件事已經好像變了 好像 網上熱話一樣 討論區有講 YouTube有講 Facebook有講 社交平台都有講 不知道各位有什麼看法 或者有沒有聽過這件事 都可以留言分享一下 我相信 開放的討論 一定是對這件事有幫助的 今次跟大家分享一下水吃花生 就講到你為止 多謝你的收看和收聽 記得留言 Like Subscribe 和Share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